我们谁也没有想到 竟然会突然间负血 刚刚开场唱歌的那个人 不是挺好的吗 让他上台 为险期拉票 这位先生 开场唱歌的那一位歌手 可是在国际乐坛上面 被封神的大佬 唱一首歌的价格 要以异议单位 而且 就算是我们有钱 人家也不一定会唱歌 为一个比赛选手拉票的行为 实在是有些 有些 教主很快就要飞回英国了 我们只是邀请了他 为我们演唱一首歌 估计还有其他的行程安排 我记得似乎 还有另外一场演唱会 负责人话还没说完 竟然看到他口中所谓的教主 从私人化妆间里出来 这位先生 别过去 您等一下 浅西 博大少这是干什么 我也不知道 让人惊讶的是 教主的保镖 竟然没有拦住博叶白 甚至博叶白还跟这一个歌神一起聊天 两个人交谈的时间 也就一分钟左右 原本戴着墨镜的教主 竟然摘下墨镜 然后跟在博叶白的身后 朝着夏浅西他们走过来 他已经同意被捡起拉票了 要唱的是 火花飞舞 这 什么 火花飞舞 我这是出现幻听了吗 你还有三十秒的时间 去通知负责背景音乐点 负责人立马转身 去忙着自己的事情 而站在博叶白身后的教主 则说着一串 夏浅西压根就听不懂的语言 他在夸你很聪明漂亮 刚刚真是谢谢他 如果没有他的话 我觉得在全世界传的面前丢脸了 博叶白将夏浅西的话 云风不动地翻译给了教主 而这个女人 却只是一直在摇头 他说呢 不需要感谢他 那种情况呢 不管是谁 他也一定会帮助他 夏浅西 准备 还有二十秒 快 快准备 五 四 三 二 一 走 按随着负责人的话音刚落 巨大的帷幕被拉开 各位在场的观众 和电视机面前的观众 我是四号参赛选手夏浅西 很高兴 能够在这样顺大的舞台上面 通过这样的方式 让大家认识我 我从小 就爱服装设计 我认为 夏浅西流里的英语 非常地道的口语 让今晚这一场服装比赛 正式回归到了服装的上面 真是太爱炫耀了 巴不得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他的英语好吗 如果不是他给那个歌手下药 说不定夏浅西也不可能在舞台上面一个人如此尴尬地说着 今晚的比赛是全球直播 英语作为国际通用语言当然要作为首选语言 这没有什么好炫耀的 蓝木贤说完之后 又用英语跟唐诗柔说了一句话 你说什么木贤 没什么 今天我们两个人的炒作已经够了 其他事情就不管我的事了 我先走了 刚刚诗柔一句菜鸟 压根就听不懂的话 跟唐诗柔交流 甚至还有些嘲讽的意味在里面 然而唐诗柔一副傻乎乎 天真无邪 不知道他在说什么的表情 让蓝木贤对于唐诗柔的兴趣 直接变为复述 然而 蓝木贤还没有走出多远 像是被人定住了一般 竟然将不敢置信的目光 给落在了舞台上面 打在夏浅西身上的光 突然间就暗了下去 所有的光芒都集中在了帷幕之下 那站着的十五个模特身上 走在最前面的四个模特 推着一个可以移动的 类似电视剧里面龙椅一样的椅子 坐在龙椅上面的 就是在国际乐坛上面 被风神的教主 短短十多秒的时间 十五个身穿国粹旗袍的模特 全部都为这个外国女人的姿色所倾倒 画面定格了 足足三秒 教主 教主 夏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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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夏之夜 永不灭 永不灭 在这一刻 夏浅西甚至眼眶湿润 鼻子发酸 眼泪竟然不争气的 大颗大颗的往下掉 站在舞台上面唱歌的教主 走到了舞台尽头夏浅西的面前 然后牵起了她的手 当唱完最后一句歌词 这个帅气的女人 竟然缓缓抬起了夏浅西的手臂 然后落下一颗浅浅的吻 全场狂欢 而站在舞台上面的教主 却牵着夏浅西的手 缓缓往后台所在的方向走去 舞台之下 唐诗柔脸色煞白的 看着这一幕 秦月你这是干什么 童韵快放我下来 浅西你这是我的女神 刚刚你的上台表演 真是帅爆了 你绝对会成为 国际服装大赛史上 最耀眼的一颗星 刷完之后 看到夏浅西一副可怜兮兮娇小的模样 竟然狼性大发 直接扑到夏浅西的身边 又往她的脸上亲了几口 直到背后传来凉索索的感觉 许清月这才立马放开自己的魔爪 然后一下子就将夏浅西 给推到了博叶白的面前 伯大赛 这么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 难道你不表示表示些什么吗 你想要什么呀 没想到我有生之年 还能够见到如此黏人的你 你知不知道 这样的你让我觉得 对你一点都不了解 没办法 再成功的男人呢 都要黏着老婆 今天晚上 很感谢你 不需要感谢我 如果不是你当初帮了我 我也不会有今天的成就 我在挪威还有演唱会要开 就先走了 举办婚礼的时候 记得给我一张邀请函就行 OK 再见 她这是要去哪里 她还有演唱会 就先走了 老婆 我们不到了好不好 你喜欢什么样的礼物呢 夏浅西还没来得及说些什么 视线里面竟然就出现了唐世柔的身影来 潜西 你今天晚上的表演 真的是太让人意外了 简直 让我甘拜下风 这是我送给你的礼物 唐世柔 你脑子有问题吧 我们跟你什么关系 你心里面没点笔数吗 如今还给潜西送礼物 我看你是黄鼠狼给击败你 没安好心吧 夏浅西的目光扫视了一眼周围 发现角落里面 有一个男人拿着相机在拍摄着 谢谢你的礼物 这条手链很漂亮 非常适合我 你能帮我戴上吗 按照正常的举办 夏浅西不是应该拒绝她送的礼物 甚至将礼物给摔在地上 紧接着 所有人都在指责夏浅西 这一幕 也会被发布到网络上面 夏浅西再次被百万网友唾骂 怎么 我想为我戴上这一条手链吗 就在手链要扣在一起的时候 夏浅西却将身子微微往前倾 凑到了唐世柔的耳边 你的招数我都腻了 舍导了 我可以这边